大家好,我是阿里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元神纳塔前瞻5.1眼女后台减抗 火城是大香灵,二命之变成输出 大世界能力超模 元神,5.0纳塔前瞻 玛丽拉萨与妹V3大坎 圣尼屋自选方式公开 圣尼猛料实锤 大世界最高103集 元神风丹5.0纳塔越来越近 新五星角色马拉尼 基尼奇也即将登场 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 而在后续的卡池中 新角色西诺宁 恰斯卡 伊安山 火神马威卡 千特拉利等角色也会陆续登场 就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要说的就是5.1卡池即将登场的 新五星角色暴女西诺宁了 西诺宁是五星岩系辅助角色 有关于西诺宁的命作 之前也被放了出来 简单来说,西诺宁是一位泛用性较高的岩辅角色 纳塔的新角色不说 老角色的话 目前看来水龙纳维莱特是可以喝汤的 纳维的后台健康要来了 不过西诺宁对命作还是刚需的 而说起火神马威卡登场的时间 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 就目前的相关消息来看 火神大概率在5.2卡池登场 有关于火神的技能机制也被放了出来 已知的是火神1技能以大世界为主 拥有很强的移动效果 大招可以后台火 类似于香菱那样 后台火的持续时间和草神的大招差不多 天赋则是提升全队攻击和恢复夜魂值 一命拥有减伤 二命夜魂迸发间隔也得到了缩短 同时提高天赋夜魂的恢复效果 5.0卡池和强度 先回顾5.0的卡池 马拉尼 万叶 雷神和基尼奇 卡池之外 值得提的是5.0的角色强度了 马拉尼 鲨鱼妹 在V1版本的时候 强度是超过龙王的 V2小小改动了一点 没想到被爆料V3还是要大砍一半 那其实也就是说是打反应的水C 应该和公子差不多的水平了 其实 根据两三年的经验来看 可以说V3才是正经数值 V1 V2主要看的是技能机制 V3之后测试符才调整数值 自选圣遗物详细说明 然后是圣遗物的词条自选的说明 摧毁圣遗物可以获取两个道具 一个可以转化成经验 一个可以购买圣遗物 购买圣遗物的时候 可以直接购买 直接购买可以选择指定的主词条 消耗特殊材料 可以指定提升其他副词条的概率 这点说真的还算是良心了 主副词条都有获取方式 大世界强度和原始奖励 大世界算是拉高强度了 前段时间发过 大世界可以提升到9级 除了这个之外 挑战40体力的Boss 可以将掉落概率提升到3-4 怪物的等级最高是103级 至于开放角色的100级 虽然没有确定 但是应该不会太远了 世界等级提升之后 拿塔开服的原始统计 也达到了最高顶点 这是最高竟然能达到147 抽一个版本 真算是史无前例了 少女猛料实锤 最后就是关于少女很早之前的爆料 迎来了一次的实锤 确定了这么几条关于少女的消息 1.少女确定会在纳塔登场 时装 2.少女和队长是愚人众 在纳塔登场的执行官 3.少女时装会在5.4之后的版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